查个小广告 最近我们上架了一款小麦节感花纹的防摔保护壳 拥有绿黄红黑四个颜色 材料是TPU 触感柔软的同时不沾指纹 不沾灰 厚度在1.5毫米左右 可以有效保护好你的手机 并且最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壳像撞色骑士一样 细节处理得非常好 推荐给细节控 大家好我是无心 手机市场是这么廉价公司 他们从不觉得像苹果是一件很难为情的事 相反这样他们的销量几乎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 他们也从不追求所有的性价比 不搞抢购不玩套路 每次发布新机 你都能第一时间在楼下的店子里摸到 同时他们的店面也达到了全国30多万家的恐怖普及度 如果你出门左转是蓝色 那右转一定是绿色 但他们身上也有很多标签 高价低配 厂备机 抄袭iPhone 这就是大家熟悉的OV 前段时间爱库的推幅让我们感叹 如果连vivo都开始出旧性价比 那么留给小米的时间还有多少 就当我们把目光投向vivo的老对手OPPO的时候 Reno给出了2,999元710的打卷 蓝场赢不再是那个蓝场 绿场却还是那个绿场 说实话在拿到Reno之前 我和网上大部分网友 对Reno710卖299元的做法是嗤之以鼻的 凭什么同价位的小米酒 就是855你就拿一个710来混弄我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OV为什么现在活得这么好 劣币驱逐良币呗 但是当我拿到Reno的那一刻起 没错就是拿到它的那一刻起 我发现事情似乎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今天我就跟大家聊聊 凭什么710的Reno可以卖2999元 这是2019年我摸过手感最好的手机 没有之一 Reno的背部质感非常棒 玻璃材质磨砂触感和1加6T如数一折 如果说Reno上手的第一感觉要用三个字来概括的话 那就是品质感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不是单纯靠堆掉就能堆出来的 这是对机身重量分布 材质的拿捏和细心打磨才能做到的 比同价位的小米 艾库 黑沙特优秀很多 感兴趣的可以去实际店摸一下 质感不会让你失望 这个雾海绿的配色我也非常喜欢 在室内的时候非常好看 这也是近期为数不多的 我会反复把玩的颜色 背部摄像头不凸起也是一大亮点 看多了凸起的摄像头 再看这种纯屏的设计 有种说不出来了愉悦感 不凸起的一个原因 是把机身整体做厚了 Reno的厚度为9毫米 不算轻薄 但由于边缘的收边处理 实际拿在手上并不会显得笨重 需要注意的是 Reno拿在手上会很滑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平时我都会带上手机壳使用 此外这个手机壳很有意思 在弹出式前置摄像头的位置做了挖孔 导致我经常会把手机拿反 需要适应适应 我们手上的这台Reno是标准版 就是骁龙855 潜望式镜头 光学防抖 线线马达 三重散热 双屏GPS 以上这些都没有的严格版 先回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骁龙710在Reno上的表现怎么样 根据我这半个月的使用来看 710的性能依旧堪优 在Geekbench上 单核跑分1450亿 多核5848 玩游戏也就只能喝得住 王者荣耀和消消乐了 次级战场玩起来还是比较吃力的 日常使用起来总感觉慢半拍 屏幕也不怎么跟手 打字的时候丢子现象也比较严重 在2999这个价位 Reno标准版的性能表现是十分糟糕的 哦对了忘了说一点 Reno在横置握持玩游戏的时候 在前置摄像头这边会有点割手 玩起来不是很舒服 屏幕方面 Reno搭载了一块6.40寸2340x1080的OLED屏幕 402PPI支持DC调光 由于没有挖孔和刘海 所以Reno的正面屏占比很高 达到了93.1% 差点超过了自家旗舰翻的差 而且由于屏幕风格的调教问题 这屏幕的观感要比黑刹2和华语P30都要好很多 这其实是OVA一直以来的优势 那就是屏幕看起来非常好看 摄像头方面 Reno后置采用了一颗4800万的MX586 和一颗500万的景深摄像头 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Reno的背部是一整块玻璃 为了防止摄像头被刮花 还是加入一颗凸起的陶瓷 这不是索尼艾利系吗 放在桌子上会微微翘起 我现在竟然有点怀念突出的镜头设计 可以保护镜头模组了 人真是贱啊 拍照上Reno的色彩还原准确 4800万的解析力也足够 但远方天空处的乌云层次感不够 在阳光充足的复杂场景下 会存在一定的锐化和涂抹的情况 输液边缘还是能看到轻微的紫边 在夜晚画面涂抹较为严重 画面整体亮度不是很高 印象了Reno的夜晚 该黑就可以该亮就亮的调教风格 等一下这风格我好像在那见过 前置摄像头上Reno采用了弹出式的结构 和范略叉上面的不同 这次Reno采用了很奇葩的弹出方式 很多人表示不能接受啊 太丑了 有人觉得这不就是狗头闸吗 有人觉得这像打火机 真的是神疼喵的打火机 你以为你是达温西啊 我倒是挺喜欢这个狗头闸的弹出式设计 反正我给妹子演示的时候 妹子说好酷 嗯这就够了 唯一存在感比较强的就是 打开闪光钟的时候 一般想用闪光钟时环境都比较暗 我还是很担心这个弹出式的结构 在黑暗中碰了什么坚硬的物体 好听吗 好听就好杂 对了 此次我们也是加入了前置拍照的样张 因为我们清练之前一直没有妹子 而这一次 依旧没有妹子 我特意去约了女同学来参加 此次的前置拍照 给大家几张样张 大家看好不好看 好看不好看 都不重要 妹子就喜欢这个手机的牵制 因为可以把它拍得好看 唉 有时候想想天天对比那家相机的参数 而这家妹子却只在乎拍得好不好看 续航方面 Reno磁磁地搭载了一块 3765毫安时的电池 支持20W的WALK 3.0闪充 实测0-100充电耗时83分钟 好像也没比27W的HR差太多 关键是这俩电池也没差多少 WALK的亮屏边充边玩也是一个优势 所以20W这个点我觉得没得黑 这种东西你光看参数是真的体会不到的 续航上经我们一小时冲上续航耗电为17% 这是我们近期测过续航最烂的手机 体验在实际体验中就是冲完半天回来就剩5%的电量 而且这还是我坐地铁回来是悠着用的 生怕没电出不了地铁 还有一次晚上睡觉前还有20%30%的电 结果第二天醒来就完全开不了机了 连闹钟都没有响 印象中上次手机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是我热衷刷机的年代 我已经好几天没刷机了 所以笨姐我那天吃到真的是没有骗你 我那次真的是 续航的锅应该甩给弗莱米 啊不对不起太像我认错了 再说一遍啊 续航的锅应该甩给ColorOS6 这个新系统实在是太耗电了 在我们侧射功能中已经推出了两版固件 都有解决部分场景下待机耗电问题的更新 这个暂时无解 只能等待OPPO赶紧迭代ColorOS6 所以OPPO的功能是加把劲啊 ColorOS6的各种改进我都很喜欢 比如这次搭载了全新的平放UP OPPO散死字体可乐的性很强 还有贯穿全集的苹果动画UP 呃非现场动画让整个系统都灵动起来 我靠最近怎么总说错话 下来菜单的大扣按钮非常实用 有点早年云OS的大图标的风范 飞屏 日丽 天气 设置页面的无边设计都很舒服 整体使用下来还是比较赏心悦目的 但是我还是要挑几个比较影响体验的点来说一说 第一个就是动画 非现场的动画是很好看 但耐何肖像710架不住这些动画 我甚至怀疑肖像855能不能加入得了这些动画 动画的前提是性能加系统优化 而Reno标准版在这两者上面都没有 所以这个动画就成了拖累 业绩动画做的最好的就是苹果 那为什么苹果的非现场动画那么好看呢 那因为地表最强的Asia Bionic 加iOS12加12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 这一整套下来才造就了iOSUI的动画 而安卓这边 呢 就来自外赢的主要可以线预讯 一次真的怎么过 但是很多人只能给这个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